澳門有這麼多文化景點,你有沒有逐一收藏呢? 其實每個地方的廟宇都有不同的地區文化特色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一個不一樣的中式廟宇之旅啦! 平時澳門的廟宇就見得多了,但這個上階行會館我就真的未去過了 原來它是澳門早期成立的行業會館之一 裏面除了介紹老班的故事之外,還展示了鋸、刨、鑽、蜜豆等八十多件傳統的木工具 讓大家增進對木工藝和傳統行業的認識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呀! 而在十月初五街這間康真君廟,就是我們俗稱的康公廟 是屬於澳門文物名錄最高級紀念物一級的 廟頂的浮雕鉗壁,外牆兩側的磚雕 再加上大門上的壁畫,都充分展示了中國南方建築的特色 除了大家熟知的大三巴拿渣廟,其實還有這間刺山拿渣古廟 它是一座四方亭,設有神龍、神台、香爐等 文家相傳,拿渣會經常顯靈保護小孩和他們玩 最後再踩風火雷而去 所以大家都將拿渣譽為兒童的守護神之一 各位除了可以去不同的廟宇了解他們的歷史、拜神和祈福之外 其實還可以收集不同的印章 每一座廟的圖案設計都不同 真是很有紀念價值呀! 未來8月份還會有道上游活動 除了剛剛介紹的三座中式廟宇 還會有另一條路線帶大家深入了解沙梨頭土地廟 食禁當閒台和連溪廟價 而且還會獲得廟宇贈送的紀念品 另外,這次活動還有手工善香工作坊 體驗曾經作為澳門三大傳統手工業之一的善香製作 整個過程既創新又保留了傳統 不單是加入了純天然有機香料,而且香氣溫和 聞下去真是超級放鬆和解壓呀! 大家在現場就可以沉浸式DIY製作一盒 屬於自己的手工善香帶回家啦! 感覺真的很棒呀! 費用只是50元,還會回贈50元的消費券 可以在超過25間的指定商店使用呀! 大家快點來感受一下這個文化之旅吧!